来吧 欢迎收看 李玉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大家好 我是代班主持 廖阿姨 我们今天请的是 中国小姐廖阿姨 所以好说好说 来电51 廖嘉儀了 是 來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妳有漏財體質嗎 問我嗎 超級漏 從小就算命告訴她說 然後這個人也很聽話 她也不去挑戰 我漏財 所以也不投資的 對 因為小時候命老師 就是我媽媽是那個 其實我媽媽是長期的 是喔 對 都在那個廟裡面工作 所以我從小到大 身邊就有很多的老師 然後有很多師傅 每一個人看到我的臉就說 妹啊 你喔 阿蓋 不要造成你喔 因為這個人看起來 就是不會賺錢 會撩錢 然後我說那怎麼辦 我這一輩子這麼長 然後後來就說 那你就找一個好人家家就對了 來 歡迎我們的蜜老師 也幫大家算一算 你到底是賺錢的體質 還是漏財的體質 到底該怎麼解 首先歡迎我們周英俊老師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黃紫樓老師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艾菲老師 來 歡迎幾位來賓 首先歡迎玲玲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之前歡迎我們劉須愛 嗨 大家好 我終於來了 終於來了 對 你知道我從小看到大 第一次來嗎 對 我第一次來 我在腦海中想了一百多萬次 我來上節目的那個情境 我覺得我從小就在 就看你們節目 大概有個十幾年了吧 是不是有二十年了 這個節目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對 我就覺得我奶奶都超愛看 我奶奶到今天為止 就是她每天早上都會看重播 真的喔 對 然後我就跟我奶奶講說 你可以在這個命運好好 你看到我了這樣 謝謝阿嬤 謝謝阿嬤 來 接下來我們歡迎Eason 大家好 大家都在想賺錢 就像嘉儀講說 那還好她從小有媽媽 還有老師說 叫她說妳有漏財就不要投資 對 但她也算聽話 但是每個人我想 大家多多少少都會有投資的經驗 尤其是我們剛才賺錢 硬勤勤勤勤勤起來那個錢 然後聽她講 做這個好賺 做這個好賺 就也會想對不對 對 你是不是一開始 那時候我 那是一個發生在一個 還平板還不流行的年代 大家還在剛開始用智慧型手機 我那時候才剛拿到iPhone3 然後就已經有聽說就是 某個水果要出了一個平板 很厲害 多多厲害 就是一個很大的平板 然後這時候呢 我剛好在做購物台 我是做模特兒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 場代離職的員工 他自己在開發做這個平板 聽起來就是很棒的內幕消息 對 我那時候想說 對 我就想說我碰到大運了 我就把我所有的 當時的積蓄大概50萬 我就把所有的積蓄去投資 因為主要是那時候我的 購物台的同事 就是他是一個很精明的 很精明能幹的類型 他都已經投資了300多萬 然後他都投了300萬 我就非常相信他的眼光 對 我就覺得我這次 就碰到大運了 我就趕快投資 因為我主要 雖然投資得少 但是我主要是出我的代言 然後我的所有宣傳 然後只要有出人的地方 我就會極力地 例如說Paul文還是怎麼樣 我都會極力地出面 然後包括公司的名字 也是由我來簽的 你好敢喔 對 公司的名字是 我當時就是很放心 那時候不會懂明信 人都不懂明信 我真的很放心 拜託 這樣我很安全 公司反正是我的 對 而且發明天的時候 我就是董事長 對 很囂張 很囂張 我當時這樣我整個就是 很得意 下巴抬很高這樣子 就50萬花出去 就是非常開心的 對 對 前會出去的時候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營業員還說 確定要是要會了嗎 我說 嗯 就很得 就是很堅定的時候 就是要被出去這樣 老娘就是有錢 來 就是 對 然後 然後兩三個月之後 就沒有什麼消息 然後我就 就是時不時去追蹤這位朋友 然後他都說 他就是很忙 很辛苦 就是在追蹤工廠 或是下游廠商 要鋪貨什麼 然後每天在開會什麼的 然後那些我都不懂 所以我就覺得 他有在工作很辛苦 好 我就非常信任 然後我另外一個朋友也是 就先信任他這樣 所以就這樣過去了 三個月半年都過去了 然後蘋果平板都已經出來了 然後其他的平板也出來了 然後我想說我們的貨 都還沒鋪下去 然後我真的拿到 拿到貨的時候 是已經歷經了千辛萬苦 什麼過海關 重重關卡 大概一兩年之後 我才拿到平板 你知道那個 可以用嗎 你知道Apple它是 它是就是 對 它是就是很好觸控的 但是我們還是用指甲 那種電容瓶 然後我就覺得慘了 那這是要怎麼賣出去 然後就賣得超便宜 想到要賠一本賣 結果也沒有廠商要接單 沒有就是 沒有下游廠商要接單 吃了悶虧 這個是有讓你覺得 有長教訓嗎 我當時整個放飛自我 我覺得說我存了這麼多錢 就最後就是被人家詐騙走了 我就自己開始 開始自己過一個好生活 其實花錢去按摩還是什麼 就比較不手軟 不然你去做個臉還是什麼 還是買個保養品 我就覺得很斤斤計較 還要去吃貨比三家這樣子 就整個放飛自我 是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投資要特別小心 對 所以我想這時候 如果我們自己 都搞不清楚狀況 不如來問問老師 我們來請教一下艾菲爾老師 到底什麼樣星座的人 在投資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星座的圖板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 都很想賺錢 跟老師一樣也很想賺錢 但是有些星座的人 真的在投資上面 請你務必小心 請大家參考 太陽級上升星座 有上榜的朋友 一個善意的聽您跟提醒 投資請務必小心 第三名上榜的 是射手座的朋友 太陽上升我們的Eason 太陽星座是射手座 這是我 天啊 投資要特別小心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你自己也不愛學習 會不會有一種 不懂裝懂的現象 其實很多的射手 做在投資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憑藉的是一股熱情 一股相信朋友 以及一股衝動 對於當下流行的一些潮牌 或者是說運動用品 或者是說一些時尚的物件 他們覺得說 這個一定是年輕人 非常喜歡的東西 那麼我只要拿錢出來投資 那麼只要生產出來了 大家一定會買 那我一定會賺錢 但是其實各種的產品 都有很多的一些細節 跟要注意的事情 但是射手座 對於一些投資的事情上面 他們本身學習力不夠 有一點虎頭蛇尾的現象 所以再加上在投資上面 他會有一點不懂裝懂 他說我誰誰誰 我的哪一個哥哥 或哪一個乾姐 做這個事情 做這個項目都賺很多 那麼我這樣學著他們賺錢 一定能夠成為大富翁 但事實上這個部分 就會落入到一個投資的陷阱上面 所以請射手座朋友 要務必小心 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 如果是這個星座 比較熱門的機台的話 一天 就是光是人家這個投幣 打這個娃娃機 一天就可以統到 大概2500到3000塊 一天 一天哪1500 一台 一個月就6萬 一台如果扣掉那個成本的話 大概可以禁收大概4萬塊 所以 對 一個月 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 如果是這個星座 投資要特別小心 是獅子座的朋友 我們的這個廖家儀 是獅子座 來 看看為什麼要特別小心 獅子座的朋友 耳根子特別軟 而且要小心朋友 其實獅子座非常愛交朋友 非常愛面子 尤其朋友說 我跟你講 我現在在投資這個東西 馬上就要開花結果了 就差這一點點錢了 我們是同學 我們是小學的一個鄰居 我們是一個好閨蜜 那麼你要不要在這個時候 贊助我一下 獅子座往往在這個時候 就耳根子特別軟 不是 老師 我們不是耳根子軟 我們是講義氣 講義氣 然後再加上耳根子軟 很容易被人家 煽風點火 就會覺得說 我如果不投資他 我不幫朋友 會覺得說自己很不夠意思 而且會覺得自己面子掛不住 那麼呢 因為這個狀況就會 不信朋友的一些建議 或者是謊言 那麼就會投資虧損了 這個部分是第二名了 老師那針對這樣的獅子座 沒有沒有特別 一定要有一個基本的簡單記 比如十年沒有聯絡的小學同學 電話不接 對不對 因為這種都沒有好事 對 或者說不認識的號碼 千萬不要接 是 其實我覺得獅子座 他有一個 在投資上面 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比較不懂得拒絕對方 他覺得還是會拿錢出來 我覺得給獅子座朋友 做一個建議 就是說人家如果說邀請你做一股 比如說十萬或五十萬 你就拿一個小額的這個部分 去做一個嘗試 因為獅子座 他也是那種賭性的特質也很強 他覺得說 我不跟上這一波賺錢的機會 那我怎麼能夠 之後能夠成為一個大富翁 能夠耀武揚威 所以你就拿個 比如說拿個五千 或者是拿個一萬 來試試看這個朋友 在做人方面是不是誠信 但是千萬不要拿 拿五千一萬獅子座好像拿不出手 覺得丟臉 不可能 他跟我說五萬 一定要 人家賺五萬 你就給他十萬 對 老娘不是出不起 就是講義氣 好啦 那就小心朋友 好 來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 如果是這個星座的投資 特別小心舞陽座 這個全是火象的 是是是 因為我覺得 投資上面對舞陽座來講 他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會忽略細節 而且在合約上面 他往往只看了前面 只看了後面 簽名的部分 他只會看一下 跟簽日期的部分看一下 至於後面一些細節的部分 他往往因為自己比較衝動的個性 會忘記 或是忽略到這個部分 到時候合約上面一些 比如說這個要賠償 或者是說是要履約的一些問題 他往往成為一個冤大頭 由上榜的朋友 射手座 獅子座 以及牡羊座在投資上面 請你特別小心 謝謝老師的提醒 謝謝老師 那講到投資我想大部分人 還是會量力而為 對不對 針對自己的能力 所以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小額的 對 三十萬五十萬 要不就同學說 要不隔壁姐妹說 要不就阿姨說 對 或者是說 人家在說悄悄話的時候 特別不願意讓你聽到 你還特別願意 什麼 先說 又彈跳 什麼 越是這種 你就越想要知道 越是覺得好像真的是會賺到什麼 所以你們現在一般三十萬五十萬 大概有哪些是可以投資的 有聽過什麼 泡沫紅茶 對 還有什麼 你說那個連鎖的手搖引 手搖引 三十萬五十萬這種都可以投資 小吃店 加盟金什麼的 吃我們這種貪小便宜的心態 是 所以Eason 前兩年有娃娃機很流行 對 因為平常演藝工作 有時候高高低低 你會自己很沒有安全感這樣 就想說如果有一個固定的這種 譬如說一個月有三五萬塊的 這種固定收入 是 是 那你就會覺得說 自己有一個不錯的這個 另外一個副業的收入的話 你就會比較安心 可以存錢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 我朋友就放了一個消息給我 他說那個花蓮有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地段 就是相對於台北的話 是忠孝東路收購的那個黃金地段 在哪裡 在花蓮的那個 中正路還是什麼 對 中正路 光南商場的那附近這樣子 你是花蓮人 對 我是花蓮人 你已經在台北工作了 對 然後你還有花蓮的同學打電話來 對 然後放這個消息給我說 放消息 你下次記得 佳儀姐也是花蓮人 對 我慢慢花蓮 對 你以後串聯一下 我們家親戚都在市政府工作 所以可能會比較詳細知道 然後那個地方它的這個電租 其實平常都不可能會有空租的狀況 好不容易 真的 而且它那個時候還不是空租 它那個時候還有電子 不過那個它的消息是說 那個電即將要撤掉了 利多消息 對 然後那個地方 到時候會開這個娃娃機 那那個場主就是那個 等於說租下那個店面的人 他會放出30台的娃娃機 在那個店這樣子 的位置 位置 所以二房東他租下來 對 他規劃有30個位置 然後你看你要認幾台這樣 對 那我們就是台主這樣子 好心動 然後那個時候 那一台多少錢 台主一台多少錢 台主的一台租金 因為它是第一段比較好的 所以它的租金開到一萬二 那也便宜 一台一萬二 一台一萬二 然後你說一個月就可以賺一個兩萬 對 他會去算 對 他會算給你聽 一萬二 然後如果是 按照當時的就是 這個比較熱門的機台的話 一天就是光是人家這個投幣 打這個娃娃機 一天就可以投到大概 兩千五到三千塊 一天喔 一天兩千五 三千 一台一個月就六萬 所以扣掉六萬 然後扣掉一萬二的這個租金 扣掉一些娃娃機 娃娃機裡面 娃娃的成本 所以台主只要負責就是說 好 這個是這一台 是我要經營的 對 我要負責想創意 我裡面要放什麼 然後吸引人家來夾 然後 要放耳機啦 來要耳機啊 還是要放娃娃啦 對 或放一些流行的 譬如說 Supreme的東西啊 或是有人釣蝦子 抓蝦子 或是放限量的球鞋 這也可以放我自己的 對 釣蝦子我還蠻想投的 對 沒覺得好像很好玩 對 所以這樣算一算 一台如果扣掉那個成本的話 大概可以禁收大概四萬塊左右 哇 一個月 對 一個月 然後是業績比較好的狀況 但是業績比較不好 三台不就十二萬了 對 業績比較不好的話 也可以有兩萬這樣子 是 這樣子我會投耶 對啊 人家酒席都擺好 就等你去吃而已 對 劉董 你已經失敗了 不要再下去了 怎麼樣還有嗎 還有是不是 還有 後來還有 然後後來 而且我就想說 他的這個風險很低 因為他的租金一個月才一萬二 所以至少怎麼樣 你光是收那些零錢 一定都可以遮蓋回來這樣 是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跟他說 好 那我要三台 對 我就跟他要三台 也算是保守 三萬六 對 還好啦 還好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的朋友就跟我講說 因為是我認識的關係這樣子 所以他讓我先選機台的位置 哇塞 哇 那當然 我想說我就找他 真的 你跑要動筒推銷 對 所以有點小福利了 對 同學真好 我的人家苦這麼久 終於就是準備要看到 一線曙光了這樣 碰到大影 碰到大影 然後呢 那個場主他就極力的推薦我說 我跟你講 大家呢 去這個娃娃機的時候 習慣會先去換零錢 所以呢 我在店裡面會放一台這個 換零錢的零錢機 零錢機 那最好的天位呢 就是在零錢機旁邊的 一二三 因為大家換完零錢以後 就直接可以把錢 就是 第一時間就看到你的機台 就會比較容易去投 這樣子 然後 你那一台的位置 大家還排隊很強 要趕快這邊換錢 這邊直接這樣 對 有這麼急嗎 有這麼急嗎 對啊 你還要負責眉護自信 不好意思喔 請排隊 然後我就 我就聽到這個 我就好 好賺喔 那就是 零錢機旁邊的那三台 我包了這樣子 對 結果 那當然他很聰明 而且他是有計畫的 一步一腳印的在做 他不會就是說 剛開始 人家說東好 你就去做東 人家說西好 你就去做西 這樣子的話 你常常就是把錢拿去墊費 幫別人墊費 因為你可能做到差不多好的 你就不做了 那別人就損著你的路 他就賺錢 好賺錢 我就聽到這個 我就好 好賺喔 對 那話不說 那就是販賣 林錢機旁邊的那三台 我包了這樣子 對 結果我後來就是回了花蓮 然後去現場一看 我整個傻眼 因為他的那個林錢機 放在整間店的最裡面 但是他的重點是因為 他裡面沒有裝冷氣 所以在靠近這個門口的 街邊的這邊的一兩台 還算是就是吹得到風 大家比較願意站在那邊投錢 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逛一逛 對 那你在最裡面 你待個一分鐘 你就開始飆悍了 所以根本就不會有人 你把電風扇進去 然後他的電燈還有的時候 他會覺得濕不濕 濕不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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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那個時候我們開的時候 是七月份 是最熱最熱的時候 這是個禮儀故事嗎 國立七月這樣 然後那個廠主他就答應我們說 沒關係 我之後一定會幫 就是整間店裝冷氣 對 所以這個問題會解決 結果七月過去 八月過去 到九月 我都還沒有看到任何的一台冷氣 就是你那三台 你那三台裡面都是什麼主題 什麼樂園 對 有放耳機 藍牙耳機 然後呢還有放這個 限量的球鞋 對 然後還有放那個 我把這個 就是T恤 捲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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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捲 捲成一捆一捆的這樣子 讓大家可以夾這樣子 那個時候呢 七月份八月份的時候 我收零錢的時候 真的還滿爽的 因為那個時候可能是因為 暑假然後那個學生人潮 跟七八月份是花蓮的觀光旺景 爆滿 整條街是爆滿的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收的時候 還有差不多比就是收那個租金 一萬二再多一點點 一台大概可以收到一萬五一個月這樣子 然後呢剩下三千塊 我就把那三千塊拿去補新的貨 是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要投資 然後所以呢 我這三千塊就去買好一點的 我後來就去買那個日本 直接原裝進口金標的公仔 因為如果是金標的公仔的話 大家一看到就會比較有願意想要去 下重本的公仔 對 因為如果是金標的話 代表是日本的原裝 問題是你那金標一支多少錢 一支的這個進價大概就要一千一 一千二左右 人家投一次十塊錢就可以抓一次 對 然後呢我們還要設保夾 保夾呢就是如果人家投持續超過 就是譬如說一萬 不是一千三或一千四的話 你這一台就算人家沒有夾到 你還是要出給人家 對 還有這樣計算方式 對 我後來呢過了七月八月以後 我還沒有看到任何一台冷氣 那個廠主就放了一台工業電扇 然後就 那個工業電扇那個水門 把財運吹走了 對 然後那個工業電扇那個 那個聲音又很大聲 所以會讓人家覺得走進去以後 就有心浮氣道的感覺 對 大家根本不可能就是 在那個地方好好打台 結果我七月八月過去了 九月的時候開始 那個學生課也少了 然後觀光課也少了 我那個時候一台這個機台 我這樣打開那個零錢機的時候 我整個心酸 多少 一打開的時候 八顆 十塊的硬幣掉下來 天啊 一天 一天 一天就八顆 可是我這樣子 不會吧 是不是被人家偷了 還是什麼 我們都有監視器的 八顆才八十 對啊 你在算什麼 才八十塊 所以後來第三個月開始 我每一個月 一台這個機台的租金 我幾乎都要賠掉八千塊 然後三台我一個月就賠了兩萬四 一直兩萬四 兩萬四 兩萬四 這樣子賠 然後我就心想說 越來越不對勁 那時候才夢醒 我一直到了差不多 第八 第九個月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才想說 不行不行 不能這樣每個月 兩萬四這樣燒下去 因為我那個時候 已經燒掉了十幾萬了 十幾萬對我來說 也是非常非常 就是很傷啊 對啊 而且你還要花很多時間去進貨 然後去補 然後還要去 調限制器來看 這個要不要調爪力這些 時間成本這樣 然後我那個時候要 打算要停止這個 賠本生意的時候 我就跟那個廠主說 那我們就解約這樣 結果解約的時候 這個廠主就說 他們那個台子 跟我們一般在外面租房子 是一樣的 當時我付了兩個月的押金 他兩個月押金 他說如果你要提前解約的話 兩個月的押金 不退 不退 所以我那個時候一台一萬二 然後兩個月押金兩萬四 我光是押金 我就賠了兩萬四乘以三 七萬多塊 可是話講回來 這也不可能只是說你沒賺 那有沒有別的台主是有賺 他的聲音是非常好的 整間店只有一台 一台機台有賺 就是在這個最靠近馬路邊的那一台 因為大家走路經過的時候 會看到他的機台 投一下 投一下 它裡面是什麼 對 而且那個位置比較涼 所以大家 它裡面放什麼給大家夾 它是放那個 有牌子的香氛蠟燭 跟那個燻香 就是插一根一根燻香的那個 對 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不只賠了這個租金 然後我的貨也都出光了 賠光了這樣子 我血本無歸 然後那一整個投資下來 我損失了將近二十萬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投資 真的不能自己想 要聽人家說 對 像我你看我多乖 我就聽我媽媽講 聽老師講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投資之前先去算個命 或是問一下老師 是不是 我們來請教一下周映君老師 什麼樣手相面相的人 他比較適合投資自己當老闆 對 通常比較適合投資的人 都是要比較有長眼的眼光 而且他要有處事要比較冷靜 有些時候不能太急躁 因為太急躁 就是比較沒辦法冷靜的清楚 看到你事後的那個狀態 所以一定要有冷靜的處理 要看看這個嚴謹到底如何 要一步一步來 還有決策力也要強 你不能說已經看好了 你還在想還在想 人家都已經賺錢賺完了 你還在想還在考慮 有時候心胸也要寬寬一點 不能因為剛開始一兩次賠錢 你就收了 那可能就真的掉了 那也一定要有好的人脈 因為好的人脈就是這個錢賣 有別人可以幫你賺錢 甚至於別人來介紹你種種 這些都是可以好好當老闆的人 那現在我們來看看 真的有些人是他的那個個性方面 或是他的那個應該算硬勢方面 他是真的可以好好的當老闆 可以適合自己當老闆創業的 那我們來看看他比較能夠清新規劃 精切 沉穩 這種人就是比較沉穩 這個就是額頭比較寬寬 比較飽滿的人 通常我們叫額頭就是官入宮 官入宮也就是我們的事業宮 如果說要知道說我能不能好好的投資 我投資能不能一帆順利 他就是一定要看那個額頭 就是看你的額頭飽滿 起碼不管怎麼樣 你一定要有這樣的運勢 因為你運勢不強的話 你能力太強也沒有用 因為有些時候真的創業當老闆 也要加一點點的運勢 所以這個運勢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他很聰明 而且他是有計畫的 一步一腳印的在做 他不會就是說剛開始 人家說東好你就去做東 人家說西好你就去做西 這樣子的話 你常常就是把錢拿去墊背 幫別人墊背 因為你可能做到差不多好的 你就不做了 那別人就損著你的路 他就賺錢了 所以這種人通常就是 他會注意 他不會看眼前的這個得失利益 就來決定他要不要做 他一定會有長眼的計畫 長眼的規劃的 所以他這個都是相當聰明的 就適合當老闆的人 天天高 再來就是 我們講 處事能幹 還有就應酬為臥 先不要告訴大家要測什麼 我們先一起來看題目 題目就是有一座這個夢想的旋轉木馬 上去之後要能夠在旋轉的時候 做下列一個動作 才能夠完成夢想 我們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站立不動 因為正在旋轉嘛 B的選項是抓到氣球 C的選項是搶到金色的馬 D的選項是找到綁在馬上的紅色斷帶 直覺來選 我們講處事能幹 還有就應酬為臥 這人就是前骨方面要明顯 這個前骨很重要 前骨要明顯 鵝要肉 如果光前骨 就是只有骨頭那個就不行 因為這種人通常就是掌權的 他其實可以應酬為臥 什麼事情都可以很清楚 這種人對全力的追求 對那個就是掌控權的追求 他是非常非常有他自己的一套 他知道他想要做什麼 知道如何的去追求他自己的慾望 是要知道如何去追求這個事業的成功 這種人通常他就會比較創 他比較知道創新 他也比較能夠追求新知 他有些時候是走在人家的前面 而不是跟著人家後面走 通常跟在後面走 當老三老四的一定都是賠錢的 因為一個新的事業在賺錢都是剛開始 那個如果一縫起來 就是他們就賺錢 那你跟著後面走 通常就是賠錢的混比較多 像這種人通常他什麼事情 都是會追求新知 會走在前面 那當然他賺錢機會適合當老闆 他賺錢機會比較大 再來就是頭腦比較靈活 求財是很堅定的 這種人就是鼻樑比較挺直 大家都知道鼻樑好 這事業就賺錢硬 他會聞錢的味道 還有就是鼻頭飽滿 鼻翼有肉 這個就是你很會賺錢 再加上你又很會存錢 你對錢 你很...就是那個感覺非常的敏銳 你知道說錢在哪裡 我就往哪裡走 所以你看看那個道老闆 大家通常這個鼻子都是很漂亮的 因為他很有自信 很有主張知道怎麼樣去做 而且他做事能力也很強 他執著力也很強 他做的事情他都看得很遠 就眼光看得遠 而且應該講他也比較有運勢 有存錢的運勢 有賺錢的運勢 通常這種人也比較適合當老闆 可是長相都已經注定了 都確定了沒辦法 那現代的風水 是不是可以幫忙一下 我想問一下玲玲老師 會不會剛好也有很多觀眾朋友 跟我們今天兩位來賓一樣 很想賺錢 然後也很認真 但是沒辦法就是一直漏財 可不可以透過風水 我們來補一些財運 讓我們也可以賺一點錢 應該講說是 我們講說是一個 布局擺政的方式 可以嗎 對 可以啊 如果觀眾朋友 你們有像Eason還有薰愛一樣 常常很會賺錢 可是又一直漏財的話 好 今天老師就把自己的法寶 這個聚財的法寶 來教大家 你們就要注意聽囉 其實這個聚財的法寶是什麼呢 你們大家都有的 趕快看看你家裡有沒有聚寶盆 不是嗎 所以今天老師來這裡 就是要來跟你們分享 怎麼樣又帶財 又可以防漏財的基本元素 第一個呢一定要五行都要聚全 五行缺它就會去刻到別的地方去 那就會阻礙到你的事業財運 所以五行一定要聚全 你們可以去找一個 就是它的這個聚寶盆上面 有木 火 土 金 水 全部的元素都在上面了 五行能量聚全呢 才能夠這個招財 旺財 這個我們賺錢就沒有阻礙了 好 第二個元素呢 我們看一下 很多老師呢 教妳在家裡要擺聚寶盆 旁邊一定要有一對什麼 皮羞 皮羞 對 只禁不出 對 只禁不出 對 就已經結合在聚寶盆上面囉 好 那這個皮羞 一個是要幹嘛 大家都知道的叫咬錢 咬錢 對不對 一個呢 就是守住財 守住財 然後守住財還可以 讓妳破損的財庫 能夠把它怎麼樣 修復起來 對 好厲害喔 已經做到了什麼 做到了招財 又做到了什麼 守財的功能 在這個聚寶盆的這個 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喔 底部 會有一個 經文喔 黃財神的心咒 黃財神的心咒 有一個凹槽的地方 黃財神心咒呢 就環繞在旁邊 所以呢 有這樣黃財神的這個 心咒在裡面呢 它才能夠啟動你的聚寶盆 沒有的話怎麼啟動呢 才能夠加速你的什麼 滾柴的能量喔 好 第四個元素 那個聚寶盆旁邊 像我帶來的這個聚寶盆 它會有一些 吉祥的圖騰啊 會招財的圖騰 好 你看這個聚寶盆旁邊 都會有這個錢 有沒有錢 布滿在這個360度喔 布滿在這個聚寶盆的這個瓶身 第二個呢 吉祥圖騰呢 一定要有什麼 有一個鎖 叫做金庫鎖 要把它鎖住啊 再來有一個這個八方 柯印的這個圖騰 好 具有這些招財圖騰的話 就可以讓你的聚寶盆呢 怎麼樣 增加它這個旺財的這個能量喔 這個聚寶盆 你找到了以後 好漂亮喔 你還要再準備三樣東西 第一樣呢 就是白色的水晶 是要拿來淨化磁場的 第二樣呢 就是五行的六地 六地錢 這個六地錢呢 就是要來化煞圍彩的喔 可以把旁邊的煞 都把它化解掉以後呢 還可以轉圍彩進來 好 第三個就要準備一個 這個八吉祥的金幣 如果你沒有八吉祥的金幣 沒有關係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你可以準備那個五十塊 因為五十塊是個金色的 對 你就準備金那個五十塊 好 你就把它放在桌上以後呢 開始呢 你要先把這個八吉祥 你要先餅喔 你要先告訴他 你不用再寫什麼紅字有的沒的 不用囉唆了 是 你就直接告訴他 玲玲呢 出生年月日就把它講下去 然後呢 告訴他 你要放這個 你的法寶的這個柱子 你要清清楚楚地講 如果你放在辦公室 是 你就要跟這個聚寶盆講 你放在辦公室的那個柱子 講完之後呢 拿著你的這個金幣 拿八吉祥金幣 然後要放在哪裡 老師剛剛有講 我們這個聚寶盆裡面 有一個凹槽 凹槽的地方 就把這個金幣或50塊的印幣呢 就把它放進去 但是你放的時候 因為旁邊有黃財神星咒 你一定要念黃財神的咒語 那你邊念 就要開始把這個金幣放下去 所以你要邊念的時候 就要像老師這樣子 就把它放下去 這個時候你的聚寶盆全部 已經開始啟動了 好 啟動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這個白水晶放下去 白水晶放下去 然後再把你的這個五地錢 吊飾再把它放下去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法寶的整個啟動 那你就可以放在你家的玄關 客廳 還有你的辦公桌的左邊 然後放在 如果做生意的人呢 就放在哪裡 收銀機 櫃台上面 那現在呢 譬如說我放在家裡的客廳 我放下去 記得 你放下去的那一剎那 還要念一個招財的咒語 那你就學老師這樣子 放下好了 這個位置放好了 皮羞皮羞咬錢來 祝我發大財 你們就要這樣子念 念三遍 皮羞皮羞咬錢來 祝我發大財 好 這樣子我們整個招財 又防漏財的這個祕法呢 老師都把我的祕訣都教給你 祝福各位呢 能夠招財旺財 又可以不漏財囉 謝謝老師 對 我覺得不管呢 這個先天後天 或者是你要擺什麼 陣仗呢來幫助自己 有時候人呢 自己心裡面的一個念頭 是最恐怖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來請教一下 黃子龍老師 他要來幫我們做一個 恐怖的心理測驗 好 我們現在要測驗 但是先不要告訴大家要測什麼 我們先一起來看題目 題目就是有一座這個夢想的旋轉木 上去之後呢 要能夠在旋轉的時候 做下列一個動作 才能夠完成夢想 我們要做四個動作 到底你覺得做哪個動作 是比較能夠完成夢想的 我們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站立不動 因為正在旋轉嘛 B的選項是抓到氣球 C的選項是搶到金色的馬 D的選項是找到 綁在馬上的紅色斷帶 直覺來選 你覺得站在旋轉木馬上 你要做哪一個動作 可以完成夢想呢 直覺 來 老師 林玲老師 C 搶到金色的馬 來 旋愛 抓到氣球 我選站立不動 我會選C C 金色馬 來選紅色的斷帶 第四個 D 來 嘉儀 你要完成夢想 應該是難一點吧 那個站立不動太簡單了 很難 我要選C 搶到金色的馬 是喔 我選D 找到綁在馬上的紅色斷帶 這個要測什麼呢 這個比較恐怖 選好了 我來看一下要測什麼 就是 他就是 會自動搬到我家來 然後我想要叫他幫我分擔 一點房租 他就會跟我說 那你之前怎麼付的房租 他居然跟我講說 那你之前怎麼付的房租 就沒有要幫我付的意思 又要住 對 又不付房租 又要住還又要用 對 還有一個男朋友 就是他從他前女友家搬到我家 他沒有自己的家 對 他說他已經分手了 但是還住在前女友家 我說 那你趕快搬過來 我就真的很想 你這個白癡 不然啊 這個要測什麼呢 每個人都看好了 選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要測什麼 就是 我的漏財指數 這個很簡單耶 好 每一個人都說 我們需要財運 想要財運 可是你的漏財指數 到底有多高呢 愛不愛花錢 會不會漏財 就看這裡了 選擇A選項的站立不動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漏財指數多少 漏財指數就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選擇 A選項的 由Eason選到這個選項 漏財指數是 算是很少喔 因為他們是 其實他們是非常保守 而且不太冒險的 他做什麼事情 都是知足常樂性的 有錢進來就好了 小筆錢進來 十塊二十塊也是錢 也沒有關係 所以他們的投資理財 趨向於保守 有人告訴他說 賺一點小錢還不錯 那他就會省起來 那要他把這個錢拿出去 他會想很久 所以他們有號稱這種錢 打二十四個節才會出去的那種 要叫他把錢拿出來 其實真的不太容易的 所以他們因為是小器財神 也很容易存到錢發大財的 所以慢慢存錢 慢慢來不要急 他只是進不來而已 真的 好 接下來 他也出不去這樣很好 好 守著守著 要再加油 好 來我們看一下選擇B選項 現場有薰愛選到這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這個 漏財指數是50分 他們是重視理財精打細算 其實他們是蠻會投資的 而且投資之前他會想很久 因為他其實不太聽小道消息 他覺得現在的投資理財 一定要自己做功課 如果我不是很了解的話 我就不要投資 如果我自己親自做功課 了解整個環節了 我才會願意把我的錢拿出去投資 所以像薰愛這樣子被騙過之後 你要叫他再拿錢出來 他要想很久 他要自己做功課 他要自己親力親為 自己盯 他才會覺得這個是可以投資的 所以這也算是 現在有這樣子的智慧了嗎 有 這要看很久 這是人生的第二個階段 這個經驗要學的就是 人才兩師 你也像 你也像是每天做了八個月 對 然後還沒錢 對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C選項的 現場有林林老師 還有周老師跟嘉儀選到這個選項 這一定最高 我們來看一下她的漏才指數 是多少 100% 老師要做愛 沒有老師要做愛 就跟你說不要跟我 好嗎 是不是 我想說我媽就說了 對 這個100分其實也象徵的 他除了漏才之外 他也要有才 他才能漏 所以你會發現三位老師跟 兩位老師跟嘉儀 其實都是因為有才可以漏 有才才有漏 他們是錢包很開 想花就花 所以基本上 老公不要看這一集 老師要做愛心 所以基本上你說他很愛花錢 他很容易漏才 不過因為他有錢可以花 所以他可以自由意志去決定 我要不要花錢 那基本上他們是 沒有想到說後面有沒有錢 他只想到 反正這個卡可以刷得過去 現在我有辦法把錢拿出來 付這個錢就好啦 沒想這麼多 他們是很徹底 可以活在當下的那種人 覺得能花就花 能花也是福氣 所以他們真的漏才指數是百分之百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第一選項 現場有艾菲老師 還有篤林哥選擇這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漏才指數 也不是滿高的喔 但是他們怎麼漏呢 就是壓力很大 愛逛愛花 他花錢都會說 我因為壓力大 我只是看看 看一看 結果後來就買了 因為也滿適合的 但他大部分都是因為釋放壓力 而造成的花費 所以他們其實 你說他不該花 他也不會亂花 他是真的覺得這個會用到 又覺得開心了 他真的買到 覺得又有省到 很開心他才會花錢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 釋放壓力的花錢行為 如果沒有壓力很大 他也不會漏財 因為他就待在家裡數鈔票了 給大家參考 來 又是漏財的原因 反而是為了身邊最親近的人 對 尤其女生 對 女生不管小女生 還是大女生都一樣 會 都會為了身邊的男朋友 老公 兒子 會花錢 自己一直省 但是碰到這幾個男人 你就瘋了 就一定漏著 我們就是感情用事 對不對 人家說人生下來就是 男生就是理性的代表 女生就是感性的代表 我們就是因為這樣才美麗 是不是 很會催眠自己 徐蓋 對 所以妳常常 妳以前為男朋友花不少錢 對 我好像都是對那種 很有錢的男朋友 都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欲望 沒什麼感覺 對 沒什麼感覺 好像就是 不喜歡 我不靠男人 就是那種很會撒嬌小奶狗 好像就特別想要保護他 小奶什麼 小奶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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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需要我保護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特別就是 剛好有幾個男朋友就是 還幾個男朋友 好啦 差不多兩個吧 就是他就是 會自動搬到我家來 然後我想要叫他 幫我分擔一點房租 他就會跟我說 那妳之前怎麼付的房租 他居然跟我講說 那妳之前怎麼付的房租 就沒有要幫我付的意思 又要住 然後又不付房租 怎麼可以講 又要住 對 又不付房租 然後又要睡 又要住還又要用 對 很少人 不好意思 我奶奶在看 不好意思講那麼路 還很怕熱 對 對 一直開冷氣 對 我在上通告 他給我開整天的冷氣 真的 對 你怎麼這麼傻 對 然後什麼 那個什麼 汽車後來要換電瓶 也是叫我出錢 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還有一個男朋友 是他從他前女友家 搬到我家 他沒有自己的家 也不愛工作 所以他就把我家當作 從前女友家搬到你家 對 他說他已經分手了 但是還住在前女友家 我說那妳趕快搬過來 我覺得這麼很髒 這麼白癡 不然啊 自己的男朋友住在前女友家 這樣像話嗎 對啊 然後他又沒有工作 那是不是就理所當然 就住在我家 對啊 妳講得真滿 是不是 很合理 但是妳這個男朋友 是什麼條件 就是 有很帥嗎 各方面都很合 然後就很喜歡 他是又帥又好用嗎 為什麼這麼地愛他 還不錯 就是很喜歡嘛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就住到家裡 沒有辦法照顧他自己 他怎麼能照顧你呢 剛開始他非常無微不自 然後這久了久之 他就是你知道連那種 就是機車要加油的錢 都會從我錢包裡面翻 機車要加油 對 才幾十塊的是吧 一台一兩百 他就完全沒有工作兩三年 然後然後叫他去找個工作 他大概就是去個一兩天 然後兩三天就不做 然後他會想說 他說這個工作不好 這個工作時間太長 那個時間又怎麼樣 他會覺得說沒有時間陪你 好賤喔 這一句話 反正講到最後就是 沒有時間陪你 所以我就不做了 對啊 他說這樣 我們相處的時間都錯開 我不一樣 但是剛開始這句話 超有用對不對 對 我說 沒有時間陪你喔 好賤喔 我說好 不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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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來陪我好了 對 然後就想說 回家可以看到他 然後就是他就把家裡 整理得乾乾淨一 就覺得還OK 但是事後他真的就是 一回到家他在那邊打電動 旁邊都是堆滿了零食這樣 真的當網咖 對 你這麼漂亮為什麼要養一個 沒用的廢物 所以就分分合合嘛 然後最後才真的分掉這樣 都不會說是沒用的廢物啦 你別看他表面上看廢物 一定還是有可用的地方 對不對 你的意思是 是啊 對不對 可以掃地 來 所以你也為了 你也花錢為了跟這個爸爸 跟弟弟什麼 對 為了家人 因為我其實 就我爸媽離婚之後 我都一直坐在我奶奶家 我就跟我奶奶一起住 爸媽離婚之後 你住奶奶家 對 然後我爸都是自己一個人租房子 在外面跟我弟 然後呢 之後我自從找工作之後 我就北上 我都自己一個人住 大概自己住了十幾年 然後都沒有 就是跟家人沒有自己的 自己的一個家這樣子 然後我爸剛好他就覺得說 那我們要不要存錢 我跟我弟一起存頭期款 然後就一個人存五十萬 我們就看個一百萬頭期款的房子 到某一年他就說 就是他突然那個房 租的那個房子 就是房東要趕人了 然後就趕快找房子 結果他就看了一個 一百六十幾萬的房子 所以我那個中間 我就四處籌錢 我籌了 我籌了大概就是一半以上的錢 然後終於繳了頭期款 然後都辦好了之後 都是我爸在辦 也都是很信任我爸 然後最後他錢 因為是簽我弟的名字 就完全不干我的事 然後我想說那這裡就算了 然後反正就每個月 都還是要幫他繳房貸這樣子 辛苦 比較辛苦 但是他現在是說 如果說再要說買車的話 你就會說 就是說沒錢 沒錢 這是對的 對啊 就說你搭計程車 會比較划算 那要是弟弟要創業呢 他現在工作還不錯 他很努力 對 所以就還滿幸運的 那還滿幸運 可以啦 有成長的時候 有多少好的 可是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 像我也是都是賺了錢 家人過得不好 你還是要伸出援手 對不對 我們運氣比他們好一點 所以他們運氣不好 我們就是要幫他 這也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緣分 也是自己有能力 謝謝自己上輩子的 好的一個姻緣這樣子 你別這樣講 你謝半天 你這些年你都沒工作 你要謝謝你老公 沒翻臉才對吧 我們來問問艾菲亞老師 請問一下 到底什麼樣的人 幫娘家 幫自己家人當然也沒錯 但是問題是 你要想想也是要 有一點分寸 可是哥哥 有時候真的是天注定 不信你問艾菲亞老師 是不是哪些星座的人 特別容易 他都是為了家人在付出 好 我們來看這個星座圖板 哪些星座的人 錢都花在家人的身上 可能對自己很省 但是錢都用在家人身上了 我們看看哪些星座朋友 太陽上升 如果有上榜的話 你就是這樣的類型 第三名上榜 是太陽上升 如果是落在雙魚座的朋友 你是會把錢花在自己家人身上的 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覺得把錢花在家人身上 你不心疼 其實雙魚座的朋友來講 不管男生還是女生 對於家人這一塊 永遠是他們心裡面 最軟的那一個情感 他覺得說自己有能力 那麼自己如果是說賺了錢 能夠把一點錢 花在自己的父母身上 花在自己的弟妹身上 你覺得這樣的付出 其實你會收到更多的滿足 跟幸福感 所以對於雙魚座的朋友 他不會吝嗇用錢在家人身上 他反而覺得這是一份 一種滿足的這種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 如果是落在這個星座 他投資虛擬貨幣 然後就賺了錢這樣 而且他的虛擬貨幣賺了大概 五倍 六倍有這樣子 我要去美國 我當時放了一萬塊美金 你要去收一台B&W啦 對 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應該會回收個兩萬美金 三萬美金 我應該就可以買個什麼手錶啊 買個什麼什麼的這樣子 在美國這樣子 或者是去住個五星級飯店 或者是坐個直升機 去大峽谷啊 哇 想愛多 我的花邊都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如果是落在這個星座 天秤座 也是會把錢花在自己家人身上 我們來看一下天秤座的朋友 他覺得樂於照顧家人的大小事情 這是他們心甘情願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天秤座 其實是非常依賴的 那麼在家裡面 從小的時候他覺得說 跟父母的情感 跟兄弟姐妹的情感 跟手足的情感 這份的親情是非常濃厚的 那麼往後自己如果說 進入社會裡面賺錢了 他覺得說有用這個報酬 來回報給自己的家人 這樣的事情 他是非常樂於去照顧的 他覺得這份付出 這份奉獻 其實得到的是更多的滿足跟幸福 所以天秤座也是如此 再來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如果是金牛座的朋友 也是會把錢花在自己家人身上的 原因是因為 他對自己非常的節儉 但是對家人非常的大方 金牛座其實是非常務實的一個人 他覺得錢是非常珍貴的 因此錢這個珍貴的東西 必須用在一個珍貴的人身上 因此他對自己的家人 他覺得家人是自己最珍貴 最期待 讓他們幸福的這樣的一個對象 所以他對自己會比較節儉 他覺得自己可以吃的少一點 自己可以吃的不用這麼樣的豐富 但是對家人 他覺得看到家人幸福跟滿足 以及那一份喜悅 他覺得這樣的一種 自己的奉獻是非常值得 那麼有上榜的朋友 雙魚座 天秤座以及金牛座 都是會把錢花在自己家人身上的 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老師 謝謝 但講到這個投資 剛剛老師就講說人脈很重要 拜託講人脈 我們認識的朋友不夠多 到處各路人馬 三教九流都有 但有時候就怕這樣的朋友太多 Eason說你聽朋友的話 投資虛擬貨幣 他好聽朋友的話 剛剛也是聽朋友的話 就是人脈廣 你說講到虛擬貨幣 那時候人家什麼虛擬貨幣 我那時候我連 我連我的郵箱密碼 我都背不寫 還虛擬貨幣到底是什麼 我那個時候 我有一個從小到大一起長大的 好朋友這樣子 也在花蓮嗎 他後來到美國去了 然後他在美國念的又是國際貿易 專家 對 他那個時候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專業的那種 理財 財經的那種專家這樣子 追蹤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每一年過年的時候 我都會去美國找他玩這樣子 那真的很好 然後三年前的時候 我去找他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 因為學費太貴的關係 然後生活費也貴 所以他就開一台 Toyota的這個小破車這樣子 結果在隔一年我去的時候 他換了一台B&W 然後那個我就說 你不是 就是你錢都花在學費生活費 你怎麼還會有錢換車這樣 他說因為他投資虛擬貨幣 然後就賺了錢這樣 而且他的虛擬貨幣 賺了大概五倍六倍有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說 好 那我就 我準備了一萬塊的這個美金 大概三十萬的台幣這樣子 對 我說 因為我就等於說 有點忙嚇了 就忙根這樣子 他嚇什麼 我就嚇什麼這樣子 所以我就放了以後 我就再隔了一年 我想說 我要去美國 我當時放了一萬塊美金 你要去收一台B&W 對 我那時候心想說 我應該會回收個兩萬美金 三萬美金 我應該就可以買個什麼手錶 買個什麼什麼這樣子 在美國這樣子 或者是去住個五星級飯店 或者是坐個直升機去大峽谷 什麼什麼 想太多了 我的畫面都出來了 結果我就問他 我說我一萬塊的美金剩多少 他說剩一千塊的美金 我說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數學不好嗎 他說因為那一年 剛好是那個虛擬貨幣的泡沫破掉了 你看 你跟太晚了吧 又來了 老師看你的立場就說 你跟太晚了 對 然後我就說 可是那個 你不是說虛擬貨幣是未來的趨勢 不可能會消失的一種貨幣 應該是會慢慢漲起來 對 他說因為他下的是 就是以太幣 還不是那個比特幣 是以太幣 然後也不是以太幣本人 是以太幣的子公司 就是我已經被 他的分身 對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你說的 這是以太幣 就是這個的幣種 我以為是泰國的太幣 沒有 以太幣也是一種虛擬貨幣 所以除了 還不是只有 比特幣 比特幣 對啊 你知道比特幣 比特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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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太幣 跟以什麼 你是以太幣的子公司 叫做已經賠了 已經賠了 我已經不知道移到哪裡去了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這要一千塊 他說那你一千塊 要繼續放嗎 我就說當然不要 一千塊 拿去做直升機 也是錢 對 我至少就是還可以拿回 拿回一點點這個本這樣子 後來呢 衰的事情才在這邊 一拿走就這樣 對 一回台灣 大概隔三個月吧 第二波的虛擬貨幣 又飆起來了 雖然沒有第一波飆得這麼高 可是它至少也飆到 大概一半的那個幅度 是 所以我就錯過了那一次 就是 你完全跟上就是泡沫期 對 就是挑鬼狼鬼 剛好都是泡沫期 然後泡沫在發酵的時候 我又沒有跟到 你最後連一千塊本錢 你又抽出來 所以最後那一波又沒跟上 又沒跟上 所以我等於說 那一次賠了九千塊的美金 美金 九三二十一 那時候二十七萬 這種朋友一定要交 你知道嗎 在人生當中 如果交到這種朋友 我們買股票的時候 他買漲我們就買跌 跟著他反向操作 我們一定賺 那人衰到這麼準的 所以你還另外 你聽爸爸的話 買黃金存折 黃金存折這也是 一模一樣的 因為黃金大家都說 前幾年的時候 都是一直漲 一直漲 而且大家都說 世界上黃金就這麼多 所以你有這個東西的話 你是不可能 擁有全世界 它是保值的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 高點黃金是一千七百多 我是那個時候進去買的 然後一千七百多的時候 我相信它會飆到兩千這樣子 就一千七百多 我買進去以後 它就開始 也會跌到一千兩百多 那你看了有沒有很心疼 我又看到 天啊 一樣就是 就是那一波 我的那一波的跌幅 我大概又賠了十幾萬出去 我把我平常就是 在演藝圈工作 就是存了一些錢這樣子 又這邊賺來 然後那邊賠掉 這邊賺來那邊賠掉這樣 然後呢 好啦 我打算不玩了 結果你知道現在黃金 又漲 稍微的漲 現在漲到大概一千五 所以我從一千二到一千五 這一段又沒有跟上 就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一直在我人生當中 重複的發生這樣子 我買到最高點 然後出場的時候 在最低點 然後它反彈的時候 我又沒跟到 每次都這樣 總要有人當下坡的 人生一直火在傲悔當中 對 就狠氣 你有想過 找汪洋中的伏墨扶你一把 我需要 我不只要伏墨 我需要一艘船 幫我拉上岸 我現在就幫您介紹 伏墨就是玲玲老師 你幫他看一下 為什麼他這麼衰 老師救救我們 我可能真的要罵人了 露台太厲害了 幫他救一下 真正的解決辦法 就是要從你的前世裡面 我們去找原因 為什麼我卡住 像Eason的話 從你的前世裡面 Eason主要就是來到這一世 從他的福報業力裡面 會到這一世 為什麼他一直頻頻的漏財 對 你要注意兩件事 是老天爺 一定要你改變的地方 我們只要找到原因 我們改變了 這就可以一勞永逸了 不是嗎 Eason你有兩件事 你要注意 第一個呢 你來到這一世 你必須要注意 你這個人呢 太在意別人的看法 是 很有講 很好揪喔 你給他揪他一定去的 所以大家來揪他 他很好揪 他的局很 你就是常常因為在意別人 對你的看法跟認同 你很怕別人不喜歡你 老師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人都看見人很好揪的 聽起來好像是很正面 所以我覺得好道頂 好相處 我覺得這樣很光榮 何取 你覺得這樣很光榮 我很喜歡人家這樣講我 可是 你很喜歡人家這樣講我 我很喜歡 然後又覺得說我很好相處 然後就是一個很好很nice的人 這一方面的解讀是啦 但是另外一方面有可能就是 像老師講很容易就破財 對 我們一起聽好了 我覺得老師好像也在跟我唱 好 Eason 這個就是你自己花錢的速度了 當然也要漏財囉 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因為我從他的前世裡面看到 他前世是一個大戶人家 就是有錢人家的公子哥 這是這麼慘耶 集中愛 可是你看喔 你這個福分到這世 你的家庭沒有讓你煩惱過 那他前世是大戶人家的公子哥 集中愛醫生 又是長孫又是長子 這個爸爸媽媽呢 對他的愛是要什麼 家裡每一個長輩 他要什麼就給什麼 造就了他這個浪蕩的貴公子 對 所以來到這一世 要考驗他的地方就是慾望 他前世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就有什麼 對不對 他這一世 我有了 我還要再有 我還要再有 他任何一樣人事物 他都是有這樣的慾望 所以老天爺一定會藉由他 想要修他這個慾望呢 就會找他周邊的人 跟他講說 因為老天爺要考你的慾望 不可能給你偏財 一定都是正財而已 你靠你的專業賺錢 你絕對賺得到錢 你可以致富的 所以你看看 你每一個漏財 第一個是考你的慾望 第二個就是要考你 就是要修掉你那個 怕別人不喜歡你的這個感覺 但是還有一點 我要警告一生 除了這兩件事 是他一輩子會讓他破財漏財的 對不對 你賺再多錢都沒有 有一個是很可怕的 我看到 通常錢股就是代表你的權利 你的工作 你的事業 如果是在這裡的話 可能在事業方面如果出問題 很可能你本來管理能力 什麼都很不錯 但是你這一陣子可能心浮氣躁 那些小人都會跑出來的 這樣子你就莫名其妙的 你的整個工作 就這樣子翻轉好 或是沒有了 有一個是很可怕的 我看到 我有看到你差不多三十五開始 你的運勢有開始起跑 所以你會在之前都會碰到這些問題 你就要覺醒一下 那四十歲以前 一生會碰到一個非常好的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對她的事業也好 對她的這個助力 會讓她悲黃騰擋 但是因為她悲黃騰擋以後 流連萬返在外面 你不要叫招惹感情 這一生你就死在這一塊 你如果招惹感情了 因為這一個情 而讓你這一生 毀了家 毀了事業 毀了前途 毀了財 你一生就沒用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請教一下 周應君老師 我們的手面相 如果出現什麼樣的特徵呢 要特別小心 要開始漏財了 對 通常我們說有漏財的 這樣子的手面相 其實它不是在臉上有什麼漏財 那個就是沒辦法 因為你永遠就會漏 那我們現在說的是硬式 因為硬式比較重要 就是有時候我們因為硬式漏財 我們可以避免的 那我們現在知道 就是要告訴你是 可以避免的這樣子的漏財 你小心一下 如果說你很辛苦的去賺錢 很辛苦的賺錢 沒有注意你破財或甚至於落財 那真的是這種承受 真的太痛苦了 所以說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有這些跡象的話 你就是要小心 在哪一方面小心呢 自己注意一下 我們來看看 這個叫 如果是這個狀態的話 如果你的額頭的氣色 就黑如沉蒙 就好像你的額頭感覺 好像灰蒙蒙的 好像暗淡無光的 你要注意 那可能就是在那個工作上面 無端會出現一些麻煩 那有時候你一直在解決這些麻煩的事情 但是麻煩還是一直出來 而且財應方面會一直的感覺 好像一直的漏 額頭有氣色灰蒙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 人呆才做飽 不能幫人家做飽 不能幫人家 什麼事情 就沒關係 我來我來 這個你借他沒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個人很好 那個不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注意一下 真的有這種 真的 現在有沒有比較少一點 這麼笨的 好朋友 都覺得他沒有那麼糟糕 你可以借他 我現在是沒有 我有我就會借他 你借他沒關係 但是你答應人家 以後你就變成 因為你的個性關係 你還是會要還 替他還腳的錢 所以一定要注意 那個不是說 只是那個蓋章的做飽 那是口頭的做飽 那也要小心 這個就要注意一下 整呆啊 那再來一種就是 事業上面的歡樂 那財庫是破洞 那在哪裡呢 就是在 我們講叫兩錢清籃 就是那感覺這個錢股裡面 好像花青花籃這樣子 而且暗淡 也是一樣灰蒙 那這個因為 通常錢股就是代表你的權利 你的工作 你的事業 如果是在這裡的話 可能在事業方面 就會出問題 很可能你本來管理能力 什麼都很不錯 但是你這一陣子 可能心服氣躁 可能就比較愛罵人 可能就是講話口無責攔 你就會得罪著你的下屬 或是說你慢慢的 就是你的同儕之間 你可能就是因為有一句話 你去得罪他 那些小人都會跑出來的 這樣子你就莫名其妙的 你的整個工作 就這樣子翻轉 好像或是沒有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在 如果說你的錢股方面 出這個問題 那不只財務破洞 你的工作方面也會出現大問題 所以這個也要注意 老師 那如果額頭跟這邊 你說會出現黑黑的 沒有洗在外面 黑青會有什麼 沒有 如果說你是沒有洗在外面 黑青 我跟你講他在工作上面 也會出問題 所以我們說的就是 所以你看 對 我們說的就是 你只要這裡出現 這樣子的情形的話 你就是要避免哪一方面 譬如說你在前骨上面 那你就要避免跟同事 同財間 你是下屬或是上司 你這間的講話方面 你就一定要含緊 所以膚色永遠都要小心 對 那所以你氣色出來的時候 就是要告訴你 這裡的地方出問題 要小心一點 還有就是 經濟耗損意外破財 這個人就是 如果你在鼻翼方面出現紅金 你會覺得紅得很不錯 其實紅金就是在漏財 那或是那個色暗 我有黑斑 或是黑斑 或是有時候甚至於 我說我擠個痘痘 一樣在鼻頭這裡 如果擠得痘痘 它就是破財 你要知道 就是要預防你的過度消費 就是你有時候心情不好 反正我就是去逛街 去買一些沒用的東西 因為過度消費就是 出了你的能力範圍的消費 我們稱為過度消費 其實你沒有辦法去買那個 什麼所謂的什麼麻 什麼包什麼包 結果你就是去消費了 結果你就是因為這樣子 可能你好幾個月都要 勒緊褲帶 對 所以說就變成是 你有時候會產生過度消費 有時候人家可能在那邊 沒事 人家做那個叫什麼 玩來那個跳來跳去的 這個就我們已經看在這裡 我就給它壓下去 這個叫投機 好那你去投機 你就輸了 一定是輸的 你要注意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絕對不能去做投機 也不要做投資 因為這個是就是你 肉財的運勢 你去投機投資都不行 因為一定會肉財 一定會破產 還有在消費上面 你還是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小小的消費 輸解一下自己的那個情緒 方面問題是沒有關係 但是過度的消費 你就要扛再扛好幾個月 好 注意一下 好 量力而為了 對 對 但是好運不怕命埋磨 所以運氣也很重要 來請教一下黃子龍老師 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獲得寶藏嗎 好 我們一起來做題目 好 題目就是 社區舉辦尋找驚喜活動 找到這個驚喜的象徵物品 會有獎金喔 那麼請問你覺得這個驚喜 會藏在哪裡呢 我們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藏在這個彩球裡 B的選項是社區的樹下 C的選項是噴水池裡 D的選項是大廳的沙發下 直覺來選 來 老師 林玲老師 我還是吸 噴水池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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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我選大廳沙發下D 大廳沙發下 好 我選彩球裡 來 加碼噴水池 我選沙發下 是喔 我選社區樹下 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獲得寶藏嗎 好 選擇A選項的 現場有周老師選到這個 選項彩球裡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寶藏指數是 60分 好 它是獲得什麼寶藏呢 就是獲得先丹健康好運 真的好棒 真的非常棒 未來一個月是健康有元氣 而且各種好運 其實都慢慢慢慢地出現了 包含你的貴人 工作運 各方面 只要是好運都慢慢地 集中到你身上來 會讓你有很多的元氣 可以去完成自己的夢想 包含想要旅遊出國去玩 未來一個月都是很好的時機喔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選擇 B選項現場的篤霖哥 選到這個選項 社區樹下的 我們來看一下寶藏的指數是 80分 可以獲得什麼寶藏呢 就是獲得桃花樹 因為桃花運 桃花運非常重要 你要賺錢需要有人祭桃花 你要紅要有桃花運 所以桃花運其實不單單指你的愛情運 它還包含了你的人際關係 包含你的親情感情等等的 只要桃花運望任何事情 你只要對外有所求 都會有很多的貴人出現來幫你 包含事業也是一樣 貴人出現了 貴人相助了 你的事業就有新的契機 新的發展 搞不好就因為一直開直播 可以主持一個烹飪節目 對 也很好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選擇C選項 現場有玲玲老師還有薰愛 還有艾菲老師選到這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寶藏指數是 100分 好不好 可以獲得什麼呢 就是金元寶 可以讓你財運昇通 在未來一個月你在投資理財上面 財運是非常好的 好好的把握未來一個月 在投資理財上面細心規劃 自己自己做功課 千萬不要聽小道消息 這樣子才可以保障你 這個財運上面 是能夠數鈔票可以賺大錢 可以投資獲利的 好 接下來看一下選擇 第一選項 現場有Eason還有嘉儀 選到這個選項 我早知道就不要跟Eason 一起選 我們有可能是200分 有可能是還不錯的 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保障指數是 90分 不錯 對啊 我以為你是0分 對 會獲得什麼呢 就是獲得 黃金斧頭 這個代表著在工作上的衣業 其實非常強的 所以在工作上是有很好的表現 而且可以大刀闊斧地去 象徵開拓你的工作運 想要有什麼工作上新的發展 有新的範圍 你都可以去開拓一下 好好把握你的工作運 給大家參考 謝謝老師 來…觀眾朋友請注意 我們馬上提起我們的 好玩大放送 我們要送出 讓大家招財淫富的 對我生財 雙皮修巨寶盆 一組給一名觀眾朋友 詳情請上 密號玩的官方臉書粉絲頁 來查詢參加抽獎 那我們現場這兩個巨寶盆 送給兩位來賓 真的嗎 謝謝 來賓 趕快在一起吃 謝謝 來…謝謝 放到奶奶家 對 沒錯 謝謝 奶奶的地方開心 來…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來賓 謝謝… 感興趣收看 相同一時間請準收看 祕密好好玩 拜拜 拜拜